通常如果女生是異地姻緣 或者我們以前叫超軍出塞 超軍隔得很遠 超軍 對, 多數有美人尖的 你不是很遠, 放心, 你是很遠 有美人尖的 美人尖就是這個位置 有個尖尖的位置 多數也是軟嫁的 這類人叫金雞奪印堂, 少年走茫茫 十五到十八歲都應該要走 再不然額頭膏也要 額頭兩邊都是翼馬位 這些多數是要走動的 我這隻也要走動的 對, 高的 也要去別處的 好 位置好一點 跟隨每個人的命 因為有些朋友的命 本身自己的翼馬也強 這種機會更加高一點 有些人本身的命是沒有翼馬的 連旅行運也沒什麼 可能上班也在樓下而已 有些人平時就算連上班也很遠 這類人真的異地姻緣機會高 還有正如我剛才說 因為本身這些女生或者男生的命格 原本的夫妻公是壞的, 衝得太厲害 所以看原有的地方是難開花結果 唯有看遠一點 那有沒有分多遠呢? 要說距離多遠為止? 異地呢? 一個小時就算了 或者有什麼樣貌? 十碗頭碧肌 可以移得遠一點和移得太近一點 看佛方位有沒有離開 我覺得也重要的 有些朋友, 譬如我以前見過 很多人在香港 真的眼尾都沒有人看一看 忽然去到意大利, 又很可憐 意大利真是掘地, 也很英俊 對嗎? 有些人也很英俊 是不是比較開心? 可能她覺得我們亞洲女生很漂亮 對, 真是這個表情 所以就是那種不同 等於有些藝人在香港不紅 回到大陸, 可能忽然很紅 所以有地運 我覺得先看自己的地運 譬如有些人適合南邊 有些人適合北邊 譬如你的命要離水 可能真的在北京比較好 有些人是來南邊 可能去澳洲 你會遇到你心儀的對象 是比較容易 異地, 也跟著方位, 比較好 但這個要在命格看 對, 上來看不見? 上來看不見, 上來看不見 要在命格看哪個方位走 所以很多人都會問 譬如什麼因緣線在哪個方位 去哪個位置而穩定 例如東南亞好 還是索性去了美加 還是去澳洲 還是去一些比較冷門的地方 如果移民過去, 也算是異地 也是異地 也是這種 有些人就是命格要異地戀 但其實自己又不太想異地 有沒有什麼報改方法弄他? 弄他? 自己又不太想找回本地嗎? 對 很困難 像異地的人搬過來, 近一點 可以嗎? 像自己搬過去, 行不行嗎? 這樣又不容易 我覺得如果本身是異地 你無論如何都要離開 無論如何都要離開 無論如何都要離開 你離開還是他離開 其實你也說得對 很多時候人們開展異地 感情之後很開心 但到底你過來還是我過去 或者家裡有家族生意 不是真的說走就走 那個位置又有點麻煩 真的, 人家能否過來 但這些不是放風水局 這些是靠自己的溝通 沒錯 沒錯 但如果有些女孩子 可能未必在明革道有異地姻緣 男男女女也是 但她很想 可能有些女孩子或男孩子 都特別喜歡外國人 是 某種族的人 我也是喜歡藍眼睛的 可不可以在風水佈局上 或者做什麼 令自己加重異地戀的可能性嗎? 加重出門的運是可以的 因為每年都有一百桃花星的位置 其實那個也代表出門 例如在家裡擺設多點 擺一些馬的東西 走動的東西 是可以令自己的出門運順暢一點 擺在哪裡? 對, 如果接下來的方位 會擺在哪裡? 朱年本來的一百飛星是在西面 如果你擺在西面 如果剛好門口在西面 我們花花地煎 或者在門口放一些 我們剛才說馬的擺設 都可以強化出門運 都會令自己好一點 而且自己也要多點去旅行 有時女生桃花不夠 我覺得還是接觸點不夠 走動 朱年快要過了, 朱年呢? 朱年應該擺在哪裡? 要到東北, 東北位 朱年時的馬就擺在東北位 就會多點走動 多點走動 就算我不是想要異地姻緣 我想多點去旅行 也可以 都要在東北擺一隻馬 沒錯 如果我要找那個地方 或者我想知道 如果我異地戀 去哪個國家找是最好的 有沒有看的? 如果是朱年 這樣嗎? 朱年 不要每年跟 這個一定是跟自己的 大部分朋友… 你有年年鑽男朋友嗎? 你不是說是跟年嗎? 這個應該跟自己名格 可能是跟自己名格 跟自己名格 如果我真的很冷, 天氣出生 一般來說, 南邊比較利益 你自己去玩, 有時候也會知道 有些感受到的 譬如你不知為何 我去到很冷的地方 可能很不開心 或者去到一些地方 特別開心 容易遇到貴人或好事 那這個地方會幫你 我到處去旅行都開心 那可以怎樣? 因為日本人很開心 打算做游牧民族 不要找一個地方 沒那麼住客 而且我發現我弟弟 開始多了走動 是 他就有你所說的美人鑰 美人鑰 男生來說, 有美人鑰 是否容易有異地戀呢? 也是, 都是動動的 走動的 如果不想要剷掉鑰, 能否說錯? 男生…男兒之在四方 都是好 走動鑰也挺好 我想很多人都喜歡動動 有時候看不同的東西 他自己喜不喜歡嗎? 他… 我不知道 因為他還是小, 還沒大 但是我看到他接下來會… 他喜歡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也覺得如果有機會 我有個弟虎 他是金色頭髮的 這件事挺開心 這件事挺不錯的 對… 但這件事真的… 除了因為明假之外 也好看大家的相處、溝通方法 對, 有時候不同地方溝通起來 都不容易 除了異地姻緣之外 其實現在的人, 例如海外置業 想移民 都是差不多用這個原理去看的 不過, 如果你說異地姻緣 或者短時間的東西 就可能剛好大運中 中間幾年衝 但如果移民 就可能連續二、三十年的大運雙衝 同樣地也出門 例如有否危險 有些朋友一出門 又說不見行李 又說跌東西 其實都是看流年 通常犯太歲的那些年份 比如老鼠年的時候 老鼠本命年 馬是雙衝年 有些羊、雞、兔子都犯太歲 這麼多隻? 五隻, 十五隻 下午五隻? 那是否太歲的同學 就出門上來 麻煩大家要安全一點, 小心一點 因為當你出門的時間 就不要玩一些危險活動的東西 因為會比較容易受傷 另外來說 例如也容易不見行李 不見電話 去一些比較安全小的地方 以及謹記 真的要購買女兒保險 如果鼠年的時候 有哪些生肖特別旺? 也有幾隻是不差的 例如熟龍的那些可以好一點 熟狗的那些… 熟龍的那些已經挺好 對, 有些生肖是經常犯太歲 有幾隻就犯得特別多一點 但龍的偏向也是好的 對, 又有武衝又有盒子 猴子也不錯, 其實很年輕 可以多開心點走動一下 到… 屯皮煎 屯皮幹 屯皮 嗱 。